如果可以用劉冠婷 幹嘛要用夏騰宏 對啊 如果可以用康仁 幹嘛要用這些沒名的人 如果我是老闆 我會這樣想 哈囉 雅虎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夏騰宏 拍完爆炸之後 我就決定想要當演員 然後那時候我還有在打工嗎 還是在 欸 是正職 然後有自己做服裝的品牌 我就什麼都不想做 我都離職了 我就開始自己到網路上找那個演戲的機會 但都是學生製片居多 所以在那段時間我拍了很多學生製片 原來拍戲是這種狀態 因為我以前不知道原來要一直等 一直等 然後我那時候的我又很容易不耐煩 拍學生製片 就是可以磨我這種耐性 就算你演得好或不好 基本上大家不會看到 只有在畢業製作的時候會看到 所以我就很 將近一年的時間拍學生製片 一年的時間都在訓練 越來越會等待 因為就會覺得自己是想當演員 我不想要變成很偶像的那一類型 我只會常常在IG上面一直po自拍照啊 然後還有業配那一類我沒有想當那樣 對就會很反彈 可能我不太會經營自己跟行銷自己 對我就覺得我就是跟一般人一樣 只是我的工作是演戲 然後是大家會看到 那現在慢慢會開始想要有名 有名就可以拍更有份量的角色 對投資方也會比較信任 蠻常都是導演喜歡 當然資方不喜歡 因為資方覺得他不有名 然後長得太小眾 不是大眾會喜歡的那種類型 都是會聽到Casting跟我說 導演很想要用你 但是後面的監製啊 或是投資方啊 會覺得你名氣還不到 對觀眾還不夠認識你 你沒辦法勝任 要扛收視率的角色 如果可以用劉萬婷幹嘛要用夏騰宏 對啊 如果可以用吳康仁幹嘛要用這些沒名的人 對我會如果我是老闆我會這樣想 像有時候走來路上 會有人認出來 但是沒有人知道我本名叫什麼 他們喔 你是那個大志 喔你是張老師 喔你是阿忠 對也都是這樣子叫 代表在他們的印象 我很符合那個角色的印象 有深入到他們的記憶 不然你根本記不得這角色的名字 對就看過就忘了 沒工作的時候就會很煩啊 每天待在家會覺得自己很沒用啊 因為我的存在就是 家裡的經濟裡的擔當 沒工作你沒有經濟收入 沒有待在家裡打掃 顧小孩 因為在還沒有小孩之前我是很自我的人 做什麼事情 我都是老妖 所以我都是被照顧的 我做事情只想到自己 有了小孩逼我就是 我不能再只有只想到自己 我要顧家裡 然後我要陪小朋友 我要懂小朋友 現在比較會 不想拍的比較會是那些強姦犯啊 或是販毒的啊 那種打女生的啊 因為以前我拍過很多這種類型的 然後有了小孩我就會 對這個會稍微有點抗拒 雖然當演員不能這樣子 但是 如果同時有兩個工作 我一定會先cancel 掉這個 對我不想要以後他去學校 人家說你爸爸做什麼工作 他是演員 回家去搜尋 哇他都演壞人耶 不太想 對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